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拥抱十四五融入双循环高峰论坛 昼二早上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 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黄柳全 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尹宗华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以及香港工商界代表等人士出席 黄柳全致辞事表示 中央增坚持三条基本政策 支持香港保持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区地位 支持香港巩固提升竞争优势 保护在港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一贯的政策 也不会改变 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是非常特殊的 可以说地位独特 贡献重大 所发挥的作用不可替代 陈茂波则表示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为香港带来新发展机遇 香港有着一国两制的优势 而十四五规划又进一步明确香港的定位和角色 为香港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提供了最接的路径 香港将继续发挥作为国家国际循环重要节点的功能 同时通过粤港澳大湾区 这一个最好的切入点 扣进内循环 把握意义唐大和对质量要求不断提升的内地市场 凤凰问世 金小飞 香港报道 好 相关话题 今天在节目现场请到时事评论员吴学兰女士做点评分析 学兰你好 你好 杨叔 你认为国家十四五宣讲团这次来香港传递的信息是什么 我觉得首先传递出来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信息 你看其实香港回归祖国以来是经历过十二五十三五 到这次是十四五 但是国家十四五规划宣讲团是第一次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到香港来进行一个全面的宣讲 当然这个想法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 今年五月的时候向中央提出的 中央出于对香港的一个关怀 我相信也是出于对香港的一个重视 就安排了一个规格很高的宣讲团 你刚才也介绍了 首先是国务院港澳办的副主任 黄柳泉先生 他帅的团 而且这个团里面的成员呢 也都是精心设计精心安排的 你比如说有发改委 今后香港的发展肯定是在国家整个大局之内 是一个重要的一环 那么除了发改委之外呢 还有人民银行下面有金融研究所 那香港本身是全球的金融中心 所以这方面的这个专家过来进行的讲解呢 一定是权威性的 还有科技部 另外呢新闻口呢也是有一些人过来进行讲解 我想香港因为它的一个位置 它是在内地和整个国际之间 所以怎么样讲好中国故事 我想香港也是有一种独特的发生渠道 所以你看这样高规格的一个宣讲团过来 一定是希望香港各界能够更好地了解最新的一个国家规划 那香港和内地要进行对接 我们经常说 那怎么样进行对接呢 首先得有政策对接 产业对接 还有市场对接 可是啊这个思路对接 理念对接也特别重要 比如说香港中联办的主任骆慧宁先生呢 他这次致辞他就提到呢有三点 首先一点 我觉得其实讲的也是这次宣讲团来香港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那就是希望香港社会呢 要认清国家规划 然后呢就要把握好香港发展的一个全局 那如果说每个港人都不知道国家怎么样给香港定位 不知道今后香港在整个国家发展大局当中 占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可能自己真的有一些茫然 尤其在香港和内地之间 我们也不用讳言啊 有一些香港人并不了解今天的内地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有人对内地的了解少 甚至有人呢对内地的了解呢 还戴着有色眼镜 或者是用一种非常陈旧的眼光 所以我想最新的国家十四五规划 是有必要让每一位港人都非常的清楚 那这次整个中央政府给香港的定位其实也很清楚 我们也知道现在啊经济 内地的经济也搞得很好 2020年的时候就是全球主要经济体 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呢就是中国了 所以呢内地现在是经济有一个大循环的 这个过程当中香港不能做看客 不能是哦内地发展的真好 很羡慕 香港一定要成为一个参与者 再有呢就是国际国内双循环 这个过程当中香港就可以发挥自己的区位优势 我刚才讲到在内地和国际中间 他要做一个这样国际国内这样双循环的一个促进者 那具体来说这次十四五规划呢 对香港的这个定位也有一些调整 那首先我们知道香港作为全球的金融中心 航运中心贸易中心 以及呢全球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 这些定位呢还是要继续的加强 新增了四个中心 是香港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 一个就是全球的航空枢纽 一个是全球的创新科技中心 还有一个就是整个区域的这样知识产权的贸易中心 另外一个呢也是港府自己提出的 可以做一个中外的艺术交流中心 这几个定位是给香港一个很好的今后 这四方面我们可以增强功能 来发挥自己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一个优势 我特别想说的就是这个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我拿这个为例子就讲讲 香港的确是有自己的优势所在的 你对香港也非常熟悉 要说到香港的这个创新科技 首先我们就会想到 有两大科创的一个园区 一个就是科学园 一个就是数码港 当然科学园和数码港的定位是不一样的 科学园呢更关注到的是一些深科技 你比如说医药技术啊 你比如说机器人啊 就其他和制造业有关的 那么香港呢通过发挥这些优势 然后还可以把香港自己的这种 优质的制造业再让它充满活力 另外呢数码港这边呢 当然就是数码类的 你比如说像现在的这种金融数码 包括保险数码 也包括娱乐方面的数码 还有大数据 所以就这种服务类的 这是数码港的一个特色 那么现在香港呢 是大概有九个 就是十亿美元以上的独角兽企业 这都是香港的一个优势 所以呢全球的科技创新中心 而且我们也知道 创新是所有中国经济的动力的源泉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驱动力 就香港这方面是有优势的 但是香港呢 在搞科技创新的时候 它不是自己玩 香港一定要和越港澳大湾区在一起 其实这次十四五规划 关于香港的今后的发展呢 是有两个章节都提到的 一部分就是61章 61章呢也可以说是港澳专章 就专门讲港澳 香港和澳门今后怎么办 还有一个31章 它整个讲的是越港澳大湾区 这里面又有香港和澳门 你看从分量 从体量来讲 本身也还是比较大 所以呢哪怕就是科技创新这一块 香港一定也要和整个越港澳大湾区 它把自己放在其中 它不是孤立的 你想在2018年的时候 深圳和香港呢 其实在科技创新方面 就有一个合作园区 这个位置在洛马州这个核桃地区 可以说这个合作园区呢 就是双方可以优势互补 你比方说香港 它是既有内地的创新资源 又有全球的创新资源 而大湾区 越港澳大湾区 广东那边有什么呢 那首先我们是可以把这些 创新的思路 给它转化为真正的一个产品 而且不仅是一个样品 我们还可以批量的生产 因为广东的先进制造业还不错 再有广东连着整个 14亿人口的一个庞大的内地市场 所以你想想 它这个优势和香港创新 完全可以巧妙的结合在一起 那我刚才提到啊 现在深圳和香港之间呢 已经有这样的一个 科技创新的合作区 可以说这个合作区也很有特点 它本身也是一国两制 也是一和两制 有核桃地区 然后也是一区两制 总之就是各种政策要进行互补 然后以这个合作区 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尝试 今后呢 在粤港澳大湾区 九个城市里面 都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 科技创新的中心 今后有一个 1加12加N这样的模式 就是会有很多好的政策 吸引呢 无论是香港的年轻人 还是粤港澳大湾区的 这种有识之士 尤其是一些年轻人 大家都可以在科技创新方面 来发挥自己的特长 然后呢也为香港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呢 还是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的奠定 所以你看看香港和整个大湾区 它是有一个互动 但是我只是举了 香港只有四个新增的中心定位之一 那么其他的同样都是香港 一定会发挥好自己的优势 但是一定是不能脱离整个内地发展的 没错 其实这次中央官员来香港 也是肯定了你刚刚说的 香港独特的发展优势 但是毫无疑问 我们知道香港过去的政治真傲 让香港错失了很多发展机遇 所以我记得这次黄柳泉就形容 苏州过后无挺搭 这句话印象很深 你觉得香港接下来该如何把握机遇 我确实觉得 因为现在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也是我们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 这个开局之年 所以现在可以说是千年难遇的 一个黄金时期 刚才杨叔你提到的非常重要 就是在前一段时间 我是2019年开始到香港生活的 从我到香港之日起 好像香港就没有宁静过 你看黑豹 然后后来又遇到了疫情 可是这种情况之下 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去年6月30号 香港国安法就已经开始生效了 这一年的变化 我看到实在是清清楚楚 所以现在的香港是由乱倒置 拨乱反正 如果说香港还是像过去一样 没有一个很好的政治环境 不可能提到经济 那么国家十四五规划 要给香港规划的是什么呢 是长期的一个繁荣稳定 所以这种情况下 有了高屋建领的政策 在香港这块 我们要重视的就是 要抓紧 要积极去拥抱这样好的一个机遇 而不是我用刚才曾经说了 有些人呢恐怕还是看客心态 这是要不得的 一定知道 这就真的是苏州过后五挺大 你不要说苏州过后五挺大 这个时候啊 用慢一点的速度去拥抱 或者说用慢一点的速度 去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其实本身就是一种退步 所以骆惠宁这次也讲了 真的是慢就是退步 不是说我们不去努力 而是努力不够都不行 所以呢 其实眼下的条件也还很好 再有一点就是 政治氛围是非常重要的 香港的立法会 我们知道在过去 曾经有一段时间 它不是给香港政府帮忙的 它是给香港政府添乱的 因为里面混入了很多 有政治杂念的人 他们根本不是说 怎么样为香港的经济发展 来出谋限策 怎么样为香港的老百姓 搞好生活 而是受到了一些 境外势力的干扰 他们在这里搞破坏的 但是现在我们整个 立法会的选举的章程 也改了 我们非常强调的是 爱国者治港 而且呢 除了爱国之外 一定也是能人治港 你想这么好的一个政治氛围 大家就可以全心全力 去努力了 而且香港今后的发展 依靠的是什么呢 骆惠明主任他也说了 现在全球的发展的机遇 是在中国 我刚才也给了 这句话我经常重复 就是2020年整个全球经济 是极大的一个下行的压力 不确定性非常强 这种情况下呢 中国也是所有主要经济体当中 唯一实现了正增长的 那么从香港来讲呢 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GDP6.7%的一个增长 那我们相信在这个基础上 下半年还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增长 所以说香港的机遇就在内地 你一定要全面地了解 现在国家最新的一个规划 然后呢 有了好的政策 我们就要很好的一个落实 然后各界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 立法会之外 我觉得各界都应该去进行一个 积极的配合 尤其是香港的年轻人 因为呢 现在中央政府给香港的年轻人 你要进入越港澳大阪区 有非常好的政策 非常好的机遇 那么如果你只是做看客 或者更可怕的 就是如果你还是用那种 老旧的心态去看待内地的话 你错过的 不仅是香港的发展机遇 而且你可能搭进去 就是毁了自己的一生 所以大家真的都应该来关注 今后香港的发展 怎么样和内地的发展融为一体 没错 这个发展机遇 所以真的是可以用千载难逢来形容 所以希望香港各界把握机遇 好 谢谢吴女士带来的分析 去下广告 下一节继续关注阿富汗局势的发展 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闻今日谈 阿富汗一夜变天令得美国措手不及 现在就美国831是否要坚持撤军 美国军方和政府内部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和分歧 然而塔利班在这个时候警告 如果美国延长驻军会有后果自负 我们来看报道 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发言人 沙辛指出 8月31号是一条红线 美国没有必要延长占领阿富汗的时间 与此同时 塔利班23号宣布 从地方武装手中重新夺回上中失线的 北部巴格兰城三个地区 3D靠近凡塔武装控制的潘杰西尔山谷 另一方面 塔利班已经从巴格兰省 巴达赫尚省和塔哈尔省 向目前唯一位被其控制的潘杰西尔省进发 喀布尔机长彻业不眠 彻力行动持续加紧进行 机场周边仍聚集数以万计的民众 试图逃离塔利班统治 目前 机场只允许美国和北约公民进入 而在喀布尔街头 塔利班士兵开着装甲车巡逻 街边小贩仍在营业 不时叫卖招揽生意 妇女继续在街上走动 其中有人就穿着完全遮盖面部的罩袍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好 我们继续来请吴学来女士做点评分析 学来 你怎么看塔利班给美国的这个警告 其实我相信塔利班是真不希望 美国继续在阿富汗驻军了 8月31号是美国自己说的日子 那么现在塔利班说 这根本就是一条红线 如果你到时候不撤 那我们会有挥击的 那想想在过去20年 塔利班他都是一个斗争者 他现在能够拿出来的最靠谱的手段 那恐怕也是武装斗争 所以不排除会有 现在阿富汗乱局的继续一个升级 那么为什么美国想延长驻军呢 我觉得首先真的是因为 塔利班拿下喀布尔政权的时间 实在是太短了 这个完全是出乎美国情报部门的估计 就更不用说很自负的拜登政府 他绝对没有想到这么短的时间 塔利班就开始要马上就要执政了 所以第一他是没想到 第二点就是在整个撤军的过程当中 北约的盟友对美国是非常不满意的 比如说德国 英国 法国都不满意 为什么说美国应该和北约是同进同退 但是在撤军的过程当中 美军把守了喀布尔基上 他们给德国 英国 法国这些 本来应该是盟友的国家 在这种撤桥的时间非常之少 有一天德国的飞机飞过去了 想多带点侨民走 毕竟阿富汗是很不安全的 结果给他们的这个时间 在机场的时间总共不到半个小时 只带走了个位数的侨民 之后德国就非常生气 对吧 因为你撤桥 整个是要代表一个国家的水平 还有就是你这个国家 对于你的公民的一个态度 那你想德国人的这个德国政府的形象 在德国老百姓心目中是会去打折的 所以他们就很不愿意 所以美国想延期 也是撤桥整个有序一点吧 顺利一点吧 而且美国现在根本不清楚 它在阿富汗究竟还有多少美国公民 据一个粗略的统计 有可能是1万到1.5万 但具体是多少不知道 所以它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撤走 而且前些天拜登已经说了一句 让大家觉得没有人性的话了 他说我是要保障 每一个美国公民都从阿富汗撤走 但我不能保障安全撤离 我们每次说到撤桥的时候 一定是让中国公民从哪里哪里安全撤离 这叫什么话不能保障安全 所以现在他希望有更多的时间 让他有能力找到每一个 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把自己撤走 那么塔利班为什么不愿意呢 原因特别简单 塔利班现在心事真急 你看看塔利班最近都在做什么事 包括这塔利班 他挨家挨户的恨不得 去敲这个阿富汗老百姓的家门 问别人你在哪工作 每月挣多少钱 但是核心的一个议题就是 你快点去上班吧 因为现在塔利班 他要给国内老百姓证实 就是我已经不是1996年 到2001年执政的塔利班了 我现在是温和的 我是务实的 我要带领阿富汗人的 也要过上新生活的 如果每一个阿富汗人 都不去帮助塔利班来建设国家 那怎么行呢 所以他希望尽快地来建立政府 尽快地进入一种实际上的掌权 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包括他呢 也对阿富汗落跑的总统 发出了豁免令 包括副总统 包括总统的一些安全顾问 他们说没事没事 只要你们自愿回到阿富汗 既往不咎 当然这事是真的假的 以后再说 他也找到了这个落跑总统 他的弟弟 因为他弟弟出来 替塔利班做广告说话 那个分量是很重的 所以他弟弟就出来的 就呼吁一些能人 你比如说一些部落的首领 各族的这个族里面的领头人 包括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说为了阿富汗今后的和平 就和塔利班政权来进行合作吧 就总之 塔利班为了自己能进入一个 比较正常的 就让大家觉得 哦 塔利班真的开始掌权 这样的状态 他内心是非常急 当然是他对国内 对国外他也特别急 因为1990年到2001年 塔利班政权 没有哪几个国家认可他 他现在非常需要的 就是国际认可 这是他一大 2.0版塔利班政权的一个目标 有了真正的国际认可 那么才会有国际金援 阿富汗的经济 没有什么支柱产业 虽然他有一些 号称1万亿美元 到3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 但矿产资源要开发 是非常难的 基础设施不行 包括其他的设施不行 都不行 所以他还是要依靠国际金援 但国际不认可你 他怎么可能给你金援呢 包括现在国际社会 还冻结着阿富汗的一些资金 因此呢 塔利班是非常急着 他也说过 在他开始执掌国家政权之前 所有的外国兵 你都给我撤走 因此自己说了的话 他现在就想做到的是 我是说话算话的 你们不要怕我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赶紧让外国军队走 他要进入一种执政状态 他要新冠上任三把火 没错 但是阿富汗的老百姓 还是有一些顾虑 我们看到现在 喀布尔街场 基本上每天都会爆发逃离潮 希望逃离塔利班的统治 你觉得这些难民 四散之后 对于周边各国 带来的风险是怎么样 现在应该讲 欧洲那边已经急了 包括美国 包括俄罗斯 也都有各种各样的方案 各种各样的表态 欧洲整体的一个态度就是 2015年的时候 欧洲经历了什么难民潮 短短两年 他们说大概有200多万的难民过来 包括当时 默克尔总理被叫做难民母亲 后来因为这件事 默克尔也受到了 很大的一个压力 因为欧洲国家都 国家不大 然后本来福利很好 社会治安也还行 但是一些难民去了之后 整个社会这种生活状态 都改变了 治安的 不好的治安案件 这个发作率会比较高 所以现在呢 奥地利他的这个总理 就是说只要我还当这个总理 我就不要阿富汗的难民 包括德国的拉舍特 拉舍特有可能今后就是 接替默克尔的 未来的德国总理 他的态度也是 就是2015年的这个难民潮 我们是不要让它发生的 然后呢 美国的一个态度 有几种版本 一种版本就是说 美国觉得 在阿富汗难民 拿到美国签证之前 对不起都别来美国 待在哪儿啊 就近中亚 然后俄罗斯就急了 普京就说了 哇 你说这话不丢人吗 你美国为什么在这个难民问题上 双重标准 首先这个事是你搞出来的 阿富汗现在乱成这样 是你搞出来的 再说凭什么到你美国去 就得有签证 到中亚国家就可以没有签证呢 难道你不知道 中亚国家和俄罗斯 那是几千公里的边境线吗 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来说 大量的阿富汗难民 是很恐怖的 因为不排除 在阿富汗难民当中 是混杂一些 伪装的极端分子 武装分子的 今天我也看到一个消息 就是丹麦 一个一直被通缉的人 他真的就混上了 喀布尔的这个班机 但他落地到丹麦之后 被查出来了 也被抓了 他是因为当年他是丹麦 最大帮派的一个成员 他冒用他哥哥的身份 就这样混起来了 那如果还有其他的 一些恐怖分子呢 那么给中亚也好 给周边的国家 是带来一些安全风险的 那我还看到 美国还有一个打算 就是说 干脆把阿富汗难民 送到非洲去吧 非洲缺人 对 他的想法是很奇怪 另外还有一个版本 是现在让韩国人 都急了的版本 就是说美国正在考虑 把阿富汗难民呢 送到美国在世界各地 它不是有80多个军事基地吗 送过去 韩国也是其中的一个考虑 所以现在呢 韩国媒体也好呀 韩国的证件都非常的惊恐 就如果这样给韩国社会带来 也是极大的一个压力 而且韩国人还惊恐在哪呢 就是说如果美国执意 要把难民送到韩国来 韩国对美国的那个态度 它是无力拒绝的 所以现在韩国社会呢 也在进行一个讨论 因此呢 你看欧洲的态度 以及主要国家美国 俄罗斯他们的态度 基本上都是巨 可是阿富汗人的命也是命 我们也知道 2019年的疫情 对阿富汗的冲击 已经非常大了 包括最近一段时间 这样的乱 那么再加上阿富汗的历史 它太大量的难民 现在没有准确的 一个统计数据 但是我想国际社会 尤其是联合国 它为主导的一个国际社会 不能对阿富汗的难民现象 坐视不理 是的 坐视不管 或者说罔顾是不可以的 这个是阿富汗现在有今天 那很大程度上 始作用者是美国 那么是不是现在美国也好 包括比较有条件 接纳的一些国家 也包括欧洲 那可能也会包括俄罗斯 中亚或者相关的国家 至少应该呢 在整个国际的框架之内 来开一个会 比如说联合国难民署 来讨论一下怎么办 因为否则的话 就意味着什么呢 阿富汗经过美国之前 20年战争的一个缴获 经过这次阿富汗撤桥 搞出了类似西共时刻这样的一场 包括已经发生了一些 人道主义的悲剧 那今后会有更大的 人道主义的悲剧 所以不能说 一些国家自己私下 现在已经在进行外交博弈了 就是谁强 我就要把阿富汗难民 推到其他国家去 这种私下的外交博弈 对于阿富汗的老百姓来说 这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希望能够是在 联合国的框架之下 或者通过其他的一些国际组织 大家坐下来认真地来提出 一些解决方案 那包括最终的方案出台之前 也应该给已经生活非常困难 或者说有安全隐忧的 一些阿富汗的老百姓 给他们提供一个 及时的必要的援助 要避免再次发生 人道主义危机 没错 这个大名问题 确实是没有国家能独善其声 我们看看G7会议 会不会讨论这个问题 非常谢谢 吴小兰女士带来精彩分析 谢谢您收看 再会 有没有什么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